人一邊笑鬧一邊錄下影片 男子跨腳爬進去超商冰櫃 整個人躺進裡面 有人還幫他關上櫃門 男子雙手抱胸臂眼 依次模擬身故後的實況 朋友邊拍冰櫃門 邊拍下惡搞全過程 上傳到社群平台 讓網友看傻眼 而他們玩鬧的地點 就在高雄旗山連鎖超商裡面 這樣不行 因為這個人的生意場所 就是要再成熟一點 記者實際來到被男子躺過的超商 冰櫃內原本放的冷凍生鮮 業者已經清空 超商業者事後也回應 食品全數下架 也進行殺菌消毒 不排除追究行為人的法律責任 目前已經交由警方處理 清點損失的商品 高雄市衛生局貨報也到場稽查 現場已立即進行清潔消毒 令針對民眾此不當行為 業者已報警處理 恐涉及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這個行為人將會牽涉 這個刑法上的毀損罪 還有民視上的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 依次高中生放暑假跟朋友出門 為了好玩躺進超商的冰櫃 惡搞當有趣 還把脫序行為PO上網 也讓不少網友看得直搖頭 三菱新聞 謝文彥 慧珊高雄報導 我們 角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